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有一個人殺賓徒 昂居居又是重提起和薪的家產 今天就了一本之後,見到皇上很久都沒有理他 啊,牛頸,執牙又就一本 他今次說,據奴才茶坊,和薪有賣藏金銀的大地窖 這個地窖大概就在和薪的住宅之中 另外,奴才得到確鑿證據 證明和薪家的銀庫也有其小妾輕年及四個市女獎館 雖然輕年已經自盡,但那四個市女還在 那四個市女的名字,奴才查得清清楚楚 他們叫鄉蓮、衛芳、蘆八兒和雲香 請皇上將他們交給奴才提審 奴才保證能查出更多的金銀財物 那個薪奔徒一袖再袖 那家兄弟對這件事又不能夠沒有個交代 於是就特派兒親王永銀 尚書布賢達和薪奔徒一起提審和薪的四位市女 再三刑審,結果並無實據,供不出財物 這一次家兄弟就非常老火說 殺殯徒真是無色之徒 根根計較和薪的家產 不但不知道正體 實在也不知道體諒朕的本義 和薪的案子早已結束 軍機大神中,以及連朱桂這樣的人 都從來沒有誰在朕的面前提及和薪的家產引記之時 他都疊疊不憂 朕確實要懷疑薪奔徒的居心何在 難道懷疑和薪的家產是被朕貪污了不醒? 殺殯徒真正無知妄讀,卑鄙不堪 著膠刑暴嚴加以處 今後所有大小神功 不得以和薪加之的事妄行上奏 不要兩眼死盯著和薪的家產不放 於是這個殺殯徒就被格職罷官 真是愚蠢 還有一個人叫法式善 他的失敗就讓人們完全瞭解家兄弟 剛剛親正 家兄弟又打出了咸與為身之志的旗號 法式善又見到皇上縱用一班言臣 處理了一些貪官污吏,隔除文字獄,整頓軍機處 設了幾個軍隊中的將領 禁止皇宮大臣及督府等遵情供物 移減關稅等等 法式善認為皇上是要徹底隔除前朝閉政 於是向皇上奏言大譚為身 法式善的主要觀點就是 招指二格遵守,軍武而有尊涉 督府處分而嫌,其人無業者家條劑 忠心二提拔,博學紅池科而舉行 其實家兄弟這陣子最怕人家說他走得太遠 他就想,我這樣一路革身下去 是不是有點頭腦發熱呢? 人家會不會認為我和皇上唱對台戲呢? 這樣維新改革,如果對自己的權力有什麼損害怎麼辦呢? 所以接到法式善的奏章之後 家兄弟反覆申明說 朕以皇孝之心為心,以皇孝之正為正 率秦舊章為恐不及,有何為身之處? 更加養得家兄弟煩惱的是 法式善這兩條建議 軍武而有尊涉,其人無業者家條劑 這兩項建議的具體內容就是 請派親王一元受為大將軍,節制於軍 口外西北一帶,地廣田肥 可以讓那些八旗閒散戶丁 自願前往耕種,開狠生產,減輕國家負擔 永星等人在軍機處,是家兄弟的權宜之計 當時和身被斬,軍機處無人管理 家兄弟對這個要害部門在權力交接的關鍵時刻 當然要有信一個人主持 所以家兄弟叫永星做了軍機大臣 但是親王做軍機大臣,在一開始就讓家兄弟不放心 現在按法式善的建議,再封他做大將軍 家兄弟肯定會想,我手裡還有什麼 家兄弟在乾隆那裡學回來的,最主要就是統治經驗 就是集權專制 那法式善的建議,豈不是動搖了家兄弟集權專制統治的基礎? 所以家兄弟看了法式善的奏章之後就駁斥說 開國之錯,可以讓皇宮領兵打仗 太平之勢自然不應再有這種制度 因為如果派親王領兵,他若有了功勞,如何再往上加風? 若他犯了罪,根據國法論署則傷害天橫一脈 若照顧皇親即廢棄了朝廷的法規 法式善眼見親王在軍機處行走 明明知道親王不可帶兵 他提出這種建議 實際上是親王在軍機處掌權 便曲以奉迎討好親王 完全不顧國家政體 豈不是追隨烏族不堪的社會風氣嗎? 另外對京師奇人遁田塞外的建議 家兄弟非常火滾的怒斥說 如果所就請的事情成為現實 敬城豈不成了一座空城 這真是荒謬到極點 之後家兄弟又指責法式善聲明浪跡 裝屍累累,降了職務,叫他做了編修 還有一個內閣學士隕藏圖 見到自己受到重用恩慾 於是又提出建議 要查清巧核各省的漏規 家兄弟聲明說 日跡規障不能全部隔除 隕藏圖的建議不符合正體 無來這個隕藏圖又疊疊不憂 建議不斷 家兄弟就將這個有名的岸殖之士隔職回家 政治上不思進取的同時 家兄弟的享樂思想也稍微抬頭 那清朝的制度 奇緣之女到十三歲的時候要入選宮中 生得靚的,經過皇帝挑選之後充當妃嬪 剩下的就做宮女 二月,家兄竟然於校服期內 就選漢八旗獸女 八月間就選漢鮑依即奴才三旗女子 刑暴郎中達聰柯的女 沒有送到宮中陽皇上損獸女 就許配給人家 家兄弟知道之後極為憤怒 申斥達聰柯默皇上 並且通行曉遇八旗及鮑依三旗 在宮中選美之後才允許分配 面對家兄弟的所作所為 洪亮吉的痛心疾首 洪亮吉已經有空在家一年 家慶四年二月 他在常州的老家 京文乾隆帝駕崩 馬上帶了一個隨從奔赴京師 三月初三 洪亮吉到達京師 奉子在官德殿隨班哭臨 四月洪亮吉被認命為實錄館修編 同時五月又奉子教習美紀科樹吉時 洪亮吉就官運亨通 一路走下去前途無可限量 因為朱貴、黃潔、劉權之 這些皇帝最重信的大臣 最有實權的大臣都是他的老師 是他多年的朋友 祖在乾隆的時候 洪亮吉就受他們的器從 志同道合 家慶帝親淨之後 朱貴屢次向皇上推薦他 眼見洪亮吉就要清雲直上 但是洪亮吉的心中就充滿了煩惱 他經常跟法式善這班人在一起 唱談國事、慷慨激昂 他們認為國家富強的出路在於革新 拼除弊端 最突出的弊端就是理智腐敗 洪亮吉在個人春風得夜之時 他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匆匆 洪亮吉和那些同志友看到 如今和舊底沒有什麼改變 那些朝中的高官地方的大臣 只是貪戀官禄 無意為民、為官為財、喪心病狂 所以洪亮吉陷入極度的苦腦之中 他最為痛心的是他的老師 他舊底崇拜的偶像門 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口禄 亦都是隻眼開、隻眼閉、裝龍扮啞 明節保身 洪亮吉苦苦在那裡思索 我何去何從呢 只要我一聲不出 我一定會觀魂亨通 但是這樣就不是我洪亮吉 如果我向皇帝進言 我面對的不單是皇帝一個 而且是整個腐敗的社會 雖然有些人指責貪官污吏、禍國殃民 痛恨利智腐敗諸殿重生 但是如果你鎮備疾夫、頭身戰鬥 他們又不能站起來作威 而是歸宿不前 甚至還要機笑你、說你裝飾 神經病 他們腐朽的官僚們更加麻木、卑鄙、惡毒 他們雖然是寄生蟲 但是如果有誰指責他們 他們就會出奇地迅速殘暴 我若有所直言 必然落得可悲的下場 這個是必然的 這個必定會被人罵為傻佬癲的狂土 好 回歸故里過了悠閒自在的生活 過著超脫世事生活 一度在洪亮吉的思想中佔了上風 他遞了慈官文書 準備在九月初二日 扣送高中淳皇帝子宮后南行回故里 核救故里獲獎之後 一個月中寢食不安 8月13日經過這麼多的日日夜夜靈魂的煎牛 洪亮吉終於作出決定去皇上殖間 這一日寫了一份建議書 後來被人稱為千賢書 手抄三份 一份教給恩師諸葵 一份給恩師劉權之 一份教於他多年的師友成親王永勝 那洪亮吉把千賢書送出去之後 就把原稿拿給長子兒孫看 告訴他們大禍馬上就要臨頭 之後又和他們的知交聚會一一告別 大家都驚恐非常 都認為這個是缺別 在講朱桂劉權之接到洪亮吉的建議書之後 嘩嚇到周身打鐵騰 早已是魂不附體 各自就以為洪亮吉只是送給自己得一份 於是就力而不報 怕牽連自己引火燒身 但是成親王永勝就不理得這麼多 在八月二十五日 將千賢書就送給家兄弟過目 家兄弟一看完 龍顏大路 即刻經內閣發落了御子 內閣奉御子 本日 軍機大臣將編秀洪亮吉所帝成親王書 稟情節 朕親家批月 其所言皆無實據且語無倫次 著教軍機大臣即全該員將書內情節 令其案款指實逐條登答 這是一個邏輯罪名的譽子 皇帝既然公開表示洪亮吉所說的 都是無根無據 語無倫次 如果再叫洪亮吉按款指實逐條叮答 豈不是虛假的防止 第一道御子發出之後無來又發御子 隔去洪亮吉職務 將他交給刑部 由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加審訊 並將審訊結果詳細就報 那麼洪亮吉當職就混入了刑部南監 二十六日四股 洪亮吉就送往西華門外衙門 由軍機大臣會同刑訊 未時審問完畢 按照大不敬律以斬立決 那麼行刑的人已經做好準備 知道洪亮吉事情的親友都前來吊燃 那麼洪亮吉同時都來跟他決別 很多人抱著洪亮吉痛苦 但是洪亮吉反而笑著說 呵呵 這樣有什麼可以悲傷的呢 丈夫自信投怒好 願為朝廷食一刀 哈哈哈哈 成親王永昇 將洪亮吉定為大不敬罪的同事 又在咒疏中說 亮吉自稱富裕小臣 並忘識政治一時糊塗 實在追悔莫及 只求重興自罪 戒慶弟又看了其他酒節 也看不出有什麼其他真是這麼誤逆的地方 於是減輕了刑罰 將洪亮吉由斬立決 改為法王伊利 戒慶弟就頒了一道長長的遺址 駁斥洪亮吉 當然這道遺址後人不值一看 不知下面這幾句就震動了朝野 從此以後 使人再不敢輕易論靜 哪幾句呢 為之近日風氣 往往好為已論 造就無根之談 或見諸斯文自負通稟 此則人心事襲所關 不可不懲戒 豈可以本朝極勝之事 而徹套明末升氣流襲齋 至此 言論之路就被堵塞了 改革就成為拋影 曾經一度輝煌耀眼的大清王朝 開始走向望國之路了 各位客官 禹泰衪傳轉 和新全轉 全部講完了 聽了那麼久 的禹套 不知各位有什麼感想 我講了那麼久 都感觸及培心 這個就是貪官腐敗 過去有 现在有 将来肯定都还有 但是 无论怎样都好 奉劝各位听众一句 不宜之才 你千万不要贪 缺德的事更加不好做 否则 你就好像和身一样 无好下收场 各位 多谢你收听郑达这么久以来的故事 多谢你陪着我 下次故事再见 拜拜 各位听众 由郑达播讲的长篇小说 和身传 今天已经全部播放完毕